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百毛 郑忠基狠批楊偉雄武奴 因為我們剛剛收到消息 說網絡23條易讀通過了 怎麼辦 一百毛便不能二次創作 政府還可以拿回你們之前的作品去告你 見林逸熙你都在Facebook說 你太滿意了 怕不怕被政治打壓 我覺得網絡23條這件事 因為他的條文非常不清晰 所以現在牽涉很多不信任在他 不信任就是市民不相信 他沒有白紙黑字寫明 純粹是一些不信任的 就算他真的立法 我也會繼續做 他拉到來才不相信 例如創科局局長 有個這樣的局長 市民又怎能信得過政府 是這樣的 楊偉雄前日和CY 一起開閉門創科論壇 賽命自開 時常識霸 有誰見過Steve Jobs 沒有 我見過 不是我真的見過 你真的見過 OK 他這句這麼有意義 難怪暴龍哥 即是Facebook問候下局長 你們有沒有見過一個人 說話不見大佬 因為他沒有 我 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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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出色 叫說廣東話 但沒有人聽得懂的創科局局者 我見過 我真的見過 冷靜點 暴龍哥 好 回來 不想說 要說幾句 無論你見到Steve Jobs 你看到剛才一班 反而為何我會播這段片 其實是看到一班 你看到梁振英看嘴說話的時候 是很開心的 即是說梁振英和他這班身邊的人 一起在那裡吹這些水 他們真是頭脫滿 覺得他們自己是好想得 可以帶領這個香港 即是六八九為顏色英雄 他們真的覺得自己可以 而他們是做所有事情 都不覺得是他們不行 只不過是有一些人在那裡鬧鬧 有一些甚至乎為何那些民望那麼低 是因為那些市民被人誤導 是因為你一班反中亂港的分子 甚至乎解釋不到 你是有外國勢力 有的我跟大家說 不要說這班建制派 你就算在我們這些黃絲帶裡面 都覺得是 譬如我聽過有人這樣說 為甚麼你覺得 我不是說幫一件事 為甚麼 邏輯是這樣想的 這個不關他的政治取向少 為甚麼你覺得 黃毓民收了共產黨的錢 一定是 為甚麼 為甚麼 如果不是 他沒有理由搞完社民連又走 搞完人民力量又走 一定是 你想想大家 這些就是邏輯的混亂 和自我感覺良好 既有了立場之後 才再去推斷所有其他事情 是完全按鈴 其實我也有的 每一個人都對每一件事 或者每一個人有喜悟於是乎的主觀感覺 影響了客觀判斷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大家 很坦然地把自己的陰暗面 要自己承認每一個人的陰暗面 揭開 譬如說 其實我真是 偷過我老婆的旁邊的姐妹 鞋子用來打飛機的 你夠不夠膽說 很多人會覺得太無面 譬如說 我們被懷疑 被傳說 和衰十一的湯家驊大律師 每一個人是過不了這一關 其實有什麼大不了一 有什麼迫丟 很多人會說 我會很麻煩的 會沒有面子 當你發覺 原來這個世界上 是不會有人理你 每一個人 譬如說 你這個傻子真是好 他說完那天回到家 每一個人都會忙 自己搞自己的生活 自己為自己的學業事業 家庭感情奮鬥 得夠閒講理嗎 最多就是恥笑你兩人 恥笑你兩人這麼多 但我們就是因為自己的情緒 就是影響了每一個人 對事物的客觀判斷和看法 這件事是廣泛地 是流傳於每一個界面 包括政治 結果 我們永遠達成不了我們的目標 因為做每一件事 包括你們現在要爭取一間建國也好 怎樣也好 其實都是要很專心 集中精力向著目標去行 世間上當然會有一些很出色的人 像琴棋書畫一樣通 但這些人真的千萬宗都沒有一個 每一個人是要一生 向著一個目標去奮鬥 現在香港我們有沒有這些人 沒有 就是沒有了 好了 你看看他們自我感覺良好 到這個時候 你看看 籌隨滿志 他真的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 而這個楊偉雄 那個名字當然愛得衰 沒有姓楊的 怎麼會是廣東人 當然他廣東話也不正 怎麼會叫楊偉 都算好 他殺有戒線 你們這裏有沒有人見過Steve Jobs 先不要說Steve Jobs死了幾年 他說之前那些不好笑的爛鏡 見過又怎樣 就算你打過公理 是他又如何 你可以看得出這些人是放得自己多低 見到老闆就要拆鞋 見到給你有錢或有權勢的人 你知道很多時候要靠拆鞋 這裏解釋了為何我懶得你 今天還在那裏 為了58元一個月來拆鞋 因為你倆的錢可以不要 如果熟悉我就知道 你真的無論如何批凱我 或者要我做一些 我稍微不喜歡做的事 我都不願意 因為有很多事 我做契弟櫃 都可以的 但是你去涉及我的朋友 家人就沒得談的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很簡單 好了 這些契弟 找別人來托高自己 那你可疑 可見是一班 而我們最想說 本來播片的 現在不播 因為時間不夠 創新科技 當然創新科技 很可笑 創新科技 我們認為是藍絲帶的 聲之子陳奕熙 大家都記得 都屌尺 你連一個Uber 大陸都能行的Uber 你都容不下 現在Uber真可笑 電照、車、服務、手機應用程式 如果大家有上網 在Uber的七名司機 當時你記不記得 七名司機有多少錢保釋 頭條新聞 二十萬 二十萬 這麼犯法 這麼大罪 其實 正式來說 我沒有記載 因為資料不齊 他應該在七名司機 放了幾個 因為有幾個 不是司機 七名司機 有幾個是職員 放了 不計條正公起訴 司機現在他們告他們什麼罪呢 就告他們是用一個 未有出租牌照去取囚 和沒有第三者保險兩條罪 都是罰款七千元 和即時停牌 十二個月 罰款七千元其實包括了兩個罪 就是沒有第三者保險 就是四千元 未有牌照去取囚作用 三千元、七千元 另外那些 現在還未起訴 我有幾個問題想問 第一 這七千元是誰給的 現在他不是罰UBA 是UBA給的 不是罰UBA 是私人給的 UBA是否私底下會給他們 UBA有沒有承擔到一輩子的法律費用呢 我根據這裡的報道 UBA其實是沒有幫他們承擔這些官司的 於是這兩個司機就說 適事凌人 寧願認罪罰錢 那便停牌十二個月 作為停牌十二個月 其實代價很大 我不知道你是否全職的UBA司機 那如果是全職的UBA司機 那你停牌便很嚴重 沒有收入了 沒有收入了 當然啦 我相信在被捕的職 我相信也不敢拿UBA 那好吧 UBA自己就說 他已經取得覆蓋全世界的保險 那如果他取得全世界的保險 那怎能夠判罪成了 說他們是沒有第三者的保險呢 其實每一輛車 應該基本上都有第三者的保險 那至於是否取囚是另一個問題 就不涉及那個是否第三者的保險 我所知 OK 那我就不知道是怎樣判決的 那大陸都可以用得 香港就用這些罪 就去嚇鬥鬼 當日是二十萬 今天原來罵你罵你罵三千停牌 那你可不誇張 你可以看到那些黑警和律政署 是為了政治目的 不讓UBA離開 因為為什麼呢 受到的士群體的壓力 他就做這件事 但UBA到現在仍然是非常多人搭 只不過是那班司機的的士總會 投訴都沒有那麼厲害 OK 現在外面的夜場 香港今年的環境 都不相信 可能那班的士佬 都不相信 排價已經跌了八九幾二百萬 於是不覺得UBA在影響著你們 我跟大家說 如果起碼有人力出一輛車 工一輛車 即是的士大哥 當然是駕UBA 我是UBA大人 除了BNO大人之外 駕駛的士 另外有一宗投訴事件 就是不是投訴的 但我只是說少少 惡妍跟我說 我們族有個爸爸 還是怎樣呢 有一宗這樣的事 我覺得這件事 我會看看會不會 因為到時會發出一些名字 給我看看當時人的意願 有這樣的事 應該是昨天 還是早一兩天 我們族有個爸爸 駕駛電單車 在過海的時候 被一些交通意外 撞到一個私家車 那私家車是不故而去的 我想這些就很難捉不到 除非你說 在告訴我 只是偷車換車牌 如果不是 在隧道附近 肯定有些鏡頭 不難找回那個邵氏司機 我就不明白 為甚麼邵氏司機 會不故而去 因為不故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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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意外 但不故而去 但不故而去 於是我們族有個爸爸 就走去 入醫院 在律敦寺 知道律敦寺在哪裏嗎 灣仔 灣仔 律敦寺醫院 律敦寺是一間公立醫院 首先我先說 我對公立醫院的立場 我暫時仍然是 年輕力壯 其實我自己 譬如假若有病 我便定期去我自己 家裡的私家醫生 不是你們想到 這麼厲害的 都是三兩舊水 不過從小看大 就是家庭醫生 去看的 我便很少光顧公立醫院 我對公立醫院有的印象 就是我小時候 現在是十多四十年前 斷了一隻手 進去住一兩天 接著便沒有對公立醫院的印象 當時我最兒童病房 我當然是得到一些 作為兒童 當然是得到一些 比較溫柔親切的照顧 護士也比較小 然後是我的家庭醫院 多數是私家醫院的 因為我有壞保險 我爸爸早幾年去 發覺有些搶偶士 入公立醫院 我覺得是確實的 是合理的 因為我全家人 不會去排街證 有機會被人欺落 人家經常說 投訴公立醫院 醫生很困難 我暫時沒有 我對公立醫院 有相當尊重 為甚麼呢 當時有公立醫院 當你知道公立醫院特別是 九七之後這幾年 這麼多含家產 大陸珠下來 濫用也好 不濫用也好 有給錢也好 沒有給錢也好 這樣用你的公共醫療機構的時候 而他們竟然是依然能夠 怎樣說 是做到某一程度的 即使很多人 一頂不肯順 走掉去私家醫院做得好 都是做到某一程度的水準 香港公立醫院水準相當不錯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都會和他平反一下 我亦都認為 現在香港的醫療制度 雖然經常說 搞醫保等等 我覺得我們一步都不一樣 暫時來說 這個政府一點都不便宜 因為我們的樓價 這樣貴 醫療差不多 我們基本上 即使是 除了巨庫之外 是中產以上的人 其實都未必 看得起 或是給得起 現在的試駕醫生 大病的話 你小病反而你說 我不是的 我去做個小手術 其實很多時候 幾筆東西都還可以 不是你想到這麼貴 幾筆東西都還可以 怎樣說 都還可以停一步 但那些大病 長期病 譬如我真的 覺不覺意 有學生癌症 或者有些不知甚麼病 你真的經家當產 都搞不想怎樣 即使有錢人 都不講中產 除非都是巨富 據我們所知 譬如你鄭玉堂 這樣 喂 現在躺在這裏 不能動 我們還有個爸爸 電單車 Motor Rider 被送往勒敦寺醫院 看 經過勒敦寺醫院 急症室的醫生 詳細 是否急症室 我相信是急症室 檢驗之後 發現他沒事 有點痛 驗過了 沒有事 他便送了他走 然後回到家 回到家 我們族有的爸爸 很疼痛 仍然是很疼痛 受不了 那種疼痛 於是 那樣子 不要多說 立刻自己 因為你剛剛去的倫敦寺 別人說你沒事 自費 便走去私家醫院 沒有說哪間 但暫時我收你自己疼 誰知一驗 發覺甚麼 原來我們族有的爸爸 是斷了四條肋骨 即是有骨折 斷了四條肋骨 斷了四條肋骨 肺積水 肩膀的引帶是撕裂了 這些是一些外科的病患 其實沒理由是這麼難驗出來 我覺得 應該照X光已經看到 照X光 你不要說肺積水 或者因為我們不是醫生 骨折 骨折你一照就看到 現在X光也不像以前那樣 我想很厲害 基本上一旦一掃到那裡 你會馬上看到 為何會這樣呢 當然 這一個是 其實找到病因 一定是有些治療 做到 我就要問 公立醫院 倫敦寺 也不是一個 其實就算是新醫院 也不可以做藉口 當然它不是新 是很基本的檢驗 說真的 沒有X光 手也摸到 你說是不是新醫生 每一個醫生 我們是訓練了這麼多年的 現在我們香港的醫生 甚至乎都不是英聯邦 基本上 就差不多 絕對是香港大學訓練出來的 或者是中大 中大也有 他們是會有一定的水平 而這些這麼明顯的事情 是新醫生 也不可能會出現的錯誤 那我就真的覺得 這件事我們會繼續跟進的 希望 勒敦寺 也會發揮 我們看看網台 如果報紙不做 就我們做 為什麼呢 這些是會死人的 如果 那個病患 他沒有遺疑 你說沒事 或是跌一跌 會痛一些 你是做一些 不適當的動作 你肋骨可以插入心肺 會死人的 是吧 這些事情 我們不是說 什麼都要罵 是一定要提出的 如果不是 每一個行業都好 醫人更加是 是要很小心翼翼 無論尾 那條門是有多長 是吧 結果說 政府醫生都是廢 那我又不認同 因為其實 很多最上級的醫生 今時今日都還未走出政府 而最好的儀器 永遠都還在政府醫院 那這件事 有時候就真的 我們有看到那個work load 那個work load 越來越大 就不要說我發西斯 其實也真的 的確 是有很多大陸人 因為香港 先不要說他有沒有 享受我們 醫療服務的權力 但是香港的制度 你來到有病 就會幫你看看 看完之後 給你一張單 你是怎樣做 追不追到 你回大陸 這是後話 是吧 其實這件事真的要徹底檢視 這是數量的問題 說來講也是數量的問題 還有十分鐘 今天我想說一點 輕鬆一點 weekend 不要說國立書院那些 我想今天跟別人爭論 我想說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的啤梨 真的 的確是 對各方面 都很有涉獵 為了 我要 即是我們即將開一個新節目 而我是很積極地 希望能夠在這個新節目上 甚至會做一個 常任的主持 我認為起碼我可以 那我當然是要 show call you 你了 但是在show call you之前 休息一會 先聽一首歌 先 先聽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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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e 快點 快點 只想 快點 快點 開 I'm so worried that you let me down Because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So don't let me down If I swam the longest river Just to call your name If I said the way I feel for you We'll never change Would you ever Fool around 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bad Just that I'm so worried I'm so worried And that you let me down Because I'm I'm so worried I'm so worried I'm so worried Go ahead I have a great day I'll never touch I'm so worried And I'll give away 我又吃鱿鱿絲 沒錯 我很喜歡吃鱿鱿絲 金貝麥國際很重要 純粹不是因為我肚子餓 我沒理由吃鱿鱿絲 是因為有時想過奶茶很削胃 隨便找些東西來 浪一下就立即就可以了 就不是憑哥寄意的 我覺得既然是 其實大家知道 我除了五術之外 還有踢球很厲害 其實是很多方面的才能 我今天見到很多朋友 現在香港大家明白 是女多男少 現在 但是還有很多男生是沒有女的 而我們要承認我們成長的年代 即是我們發孝 發燈 追女的年代 就是在追女壇上 追女歷史上最艱難追女的時候 而我們能夠追女 當然是有一定的實力 加上我的確 我現在為何不減肥 這些網友說我 其實我也是有苦衷 我免得太過進朗的時候 令到太多女人傷心 就等於楊過在那十六年 未見法蘭小龍女 帶著人皮面具 第一次當她撕下人皮面具 割傷的反應是怎樣 就是很漂亮的 也是這樣的 所以我專門是吵肥自己 為甚麼呢 我見到很多女生 如果 因為泰國愛戀我 而標媒一國 就加幸無期的時候 我又 如何能夠 我心安 即是 仲然我心有所屬 我永遠都是岸岸太太 我又想把 有些事情 男人想追女 就真的不可以做 OK 就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看看自己身上 會不會有這些特質 如果你有的 沒有的 恭喜你 我相信你絕對不在聽 你絕對不在聽 一定是在追女 但如果有這些特質 你就會大了 第一件事 我認為 這是很嚴重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雖然這是我的夢想 就是 洗女人錢 孤男行 是絕對不可以的 我告訴大家 不要跟我說 現在男女拍拖 我又不是入息多 大家一人一半 沒甚麼所謂 理論上是 發展到某個階段 但男生在香港底 我不管西方的怎樣也好 大方一點 不夠錢的 去一些不用這麼貴的餐廳 女生未必一定介意 但千萬不要花女人錢 是很厲害的 OK 如果你請他吃晚餐 他請你吃雪糕 可以嗎 OK 但如果他請你吃晚餐 你請他吃雪糕 就比較厲害 OK 當然 其實我不可以用這麼具體的 就是看你的感情關係 但是如果追求的時候 大方一點 不要花女人錢 是重要的 還有 第二 不要那麼小器 有些人真的很小心 追求女生 追求到怎樣 今天出街花了3100元 明天出街的女生 只要花了600元 又在那裡計算 現在買了禮物 戒指 我告訴你 追求女生 追求女生 不是波仔那樣 還沒追求女生 就想好女生 你千萬不要想 因為我最怕見到那些 這頭跟那條女生 那頭就說 不行啊 我那時候送我什麼給你 那些 喂 你老母 追回那些禮物 這些是大袖 我都撲了 都散了 不行的 你的氣度是要訓練的 你一有這個小家氣 自不然整個男人的格都沒有了 其實男人 帥不帥 或者帥不帥 都不帥 全部不重要的 剛才我講的兩件事 要大體一點 反而是重要的 第三就是 我們講普通話 用麥劈腿 我們不要再講一些 就是自以為是情星 就像我這樣自以為是情星 即是一腳踏幾船 是的 千萬不行 你是要專心一致 老實講 搞定了那條女兒之後 我講溝女兒 不是講道德 你真的吃硬去 你覺得 你才再溝 事實上 如果你講到最老套 我不會講第三 第四 其實追女生 最重要是 你真的自己問自己 夠不夠喜歡那個女生 你喜歡那個女生 你真的當自己的女生 是去愛護她 去保護她的時候 去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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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基本上 是不需要特別做事 你就會令到 那個女生 感受到被愛 被照顧 那樣東西 另外 就是 自吹自擂 這些事情 譬如你沒有錢 其實 一時之間 沒有什麼所謂的 千萬不要打腫臉 充肥佬 明明你是吃800元 一間餐廳 兩餐飯 千萬不要二千 三千 你不要以為她女兒覺得 你這樣好想我 為我做那麼多事 她是覺得你不切實際的 這件事 和日後你撐不久下去 OK 當然 當然 不要太狠濕 但是 不能不狠濕 有性 有什麼 經常說有性 沒有愛 又很難持續 其實不一定 女性 在最後 她都是感情的動物 女人的口 說得怎樣都好 當然 有愛 沒有性 很難繼續 我都明白 但是 女人其實沒有錢 是可以的 不是叫你不要教她 但是不要 那麼後擒 不後擒這件事 很難的 我經常聽到有些英俊 叫你老母 她兩次街 三次街都不讓我查 我還要追她 她還以為自己這樣 這個是很公道的說法 我聽到是 我跟紅波仔說 是的 當然不能追她 我心裡真的不敢追她 追一個女生 你真是想追一個女生 想跟她發展 現在就是一夜行 如果兩次三次 就被你搞到 你老母 是你不要了 是吧 我就不說那麼多 時間差不多 我會慢慢 慢慢我會把逐樣傳授 如何由第一步 看看每個星期五 由第一步 如何接觸女生 尤其是有Whatsapp 有Facebook 如何去聊天 甚至乎 我是想做一個真人show 譬如說 遇到一個什麼女生 例如閹雞 如何由第一天開始 那個口訊 用Whatsapp去追求女生 還是怎樣出來 是怎樣的 就是把每一天 當然這個問題是想 是覺得有些 是不是玩弄感情呢 如果那個女生知道我們 是每一步 劇上圖出來 放在節目上播放的 那那個女生 真的會很疼 我是在想這件事 如果不是 我覺得這個 溝女真人show 是真的 好看好看的 越難度高的 我就越喜歡的 老實說 我要跟大家 各位鬆一點 讚一下 這個世界是沒有溝不到的女 啤梨哥 曾經有兩個女朋友 一個快要結婚了 現在快要結婚了 一個快要結婚了 一個快要結婚了 是娛樂界一線一的藝人 當然啦 我追求他們的時候 是娛樂界都未進入 如果去娛樂界進入了的時候 我是絕對不夠僵的 因為你始終是有那種 人家是明星那種 以前是 現在我就沒有的 希望大家能夠在有些領悟之後 令到你的人心更充實 因為不會得到一條女 是我們男人 建立自己的自尊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OK 而女人最重要的就是 女人都在等著你們去溝 等著你們去親 不要令到那些女人 惡惡惡惡去暴團 跟我們去台灣 好嗎 好 下次回來再說 謝謝大家